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块呢 这个幻灯片啊 是 插了一下这个这个广播地址 先看一下 纳的地址的广播地址是最大的地址 那么 這個呢,IG地址是廣播地址,就是整個網站的廣播地址,啥意思 如果我的網,IG地址是192.168.1,這個網站,廣播地址就是1.5,看到了? 然後呢,這塊就是畫了一圖,代表什麼? 這個是在同一個廣播運,一旦有交換機分割,這兩個就是兩個廣播運 OK,但是交換機會分割衝突欲的,好吧,好吧,行吧,網絡性協議當中,這兩個,這兩個協議,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好想的 這個東西用的很少,這個互聯網這個,不是這個,主管的協議,用的很少,然後就是常用的是這個,它也很簡單,就是用來探測的,OK? 我們常規探測命令,都是用IP協議的,好吧,那,主要學的是誰?IP協議吧,好嘞,各位,這塊看一下,來,這是IP數據的bottom,啥意思? 我最開始的時候,我最開始的時候,我是不是講過這個? 嗯,沒在這,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說過數據包的封高? 沒錯了,那我們說,在這裡,數據包打入到IP層之後,是不是會打入IP包頭? 是吧,那IP包頭到底什麼樣?各位,這就是IP包頭,這就是IP包頭,各位,IP包頭默認是二十個字節,也就是一百六十倍,你們聽到,啊? 好,二十個字節是不是一百六十倍?一的字節八倍,沒錯了,沒錯了,那各位,這上面一行是零到三十一,也就是這一行是三十二倍,沒錯了,幾行? 一,二,三,四,五,五行吧,所以五行是不是剛好也是一百六十倍?沒錯了,是一百六十倍吧?沒錯了,那各位, FIP包頭默認是二十個字節,但是,這哥們比較噁心,也啥?它有一個可選項,啥意思?一般的包頭當中可以不加,一般的包頭當中可以不加。但是,如果你要加,也可以。也就是說,它的包頭不是定長的,而是什麽?可以變的。 你明白了 说什么 默认是多少 二十个字间 但是呢 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往上增长 它可以挡到 它可以往上增长 那么这个东西的 头部长度是用四位表示 是用四位表示 看到了 这是版本 头部长度 那么它是可以变的 那这个东西是标准的 为啥 看 我现在说 我们要干嘛 干嘛 我在 我在写数据包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这个包头都打入了 对吧 对吧 这个是啥 打入了 然后呢 我要拆的时候 到对方之后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包拆掉 那我问你 我发送的时候 数据是不是一成串 全部都是 我不管有几万个 几十万个数据包 都是通过的 网线是不是就发给你了 那现在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包 首先是不是要拆出来 结束来吧 然后 数据包 这整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原始数据包 是不是拆出来了 然后在里面每一层 是不是都要把每层的包头 结的 然后是不是才能得到原始数据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包图的程度是定长 二十个字节 如果是定长二十个字节 那么我每次拆 我只要拆二十个字节 我是不是得到的就是 这个上一个层的数据 但是它是定长吗 是定长吗 不是 那它就要干嘛 在数据包里是不是要保存 在那个包头里呢 是不是要写入它的长度 然后呢 每次在截取这个数据包头的时候 需要干嘛 先检测它的长度是多少 没错吧 然后再从里面去拆 我问你是耗费资源吗 一秒钟之间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就会传几万个 甚至十几万个 几十万个数据包 每个数据包 你是不是都要把它打开 看里面写的是什么 然后呢 按照它写的这个长度的时候 再来解 浪费资源吗 浪费 各位 各位 所以啊 TCP比优特币慢 其实有很多原因 优特币比它快的 一个基本原因是 TCP是不是会问三次 而优特币是直接的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是 TCP的包头 IP包头 这是IP包头 我们后面的时候 还要讲TCP网络 我们往后看 我们往后看 这是TCP包 各位 它是不是也有不经常选项 而看优特币包是什么 看优特币包是什么 固定的吧 是不是就这么长 所以啊 它若不需要花费时间去检测这个东西 能不能啊 所以它就这么快 但是你就算选择优特币包 我们这里也说了 是吧 它是分层的吧 优特币包头是不是在这儿 是不用检测了 但是IP这儿还要检测吗 必须检测了 那代表什么 我们IP4协议其实在设计的时候 可不可以不太多能力 所以我们下一个IP6 我们没有时间去拆打 如果你们以后万一空了 你就会发现它的包头长度是定长的 不用再检测 虽然比我们的IP4协议要长多 它是一个这个128个体制的这样一个 对 我想讲 32个 忘了多少啥 128位 多少个体制的 反正它这个包头比我们的长 长多 OK 但是它的速度反而要比IP4协议要快得多得多 因为它是定长包头 听懂吗 这也有很大的区别了 OK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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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来我们还是继续IP包头 好吧 啊 好 回来 继续IP包头 那么好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在这儿 在这儿 我描述数据包的总大小是多少 各位 描述数据包的总大小是不是16位 看到老大说什么 看到老大说什么 16位吧 是16位吧 啊 那我问你 我一个完整数据包最大的多少 这边是不是描述整个数据包的大小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我能超出它的限制吗 不能 不能 所以它最大可以描述的数据包的数量是不是就是2的16次量 啊 所以我说 在IPv4协议里面 我们的数据包 它是有需求的 数据包的整大小不能超过到什么 65,535个机械 不能超过这么大 数据包整体不能超过这么多 明白 而且IP包头 T3包头 默认都是20个机械 然后是不是要打入对立的包头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这里 封装 原始数据 加上我需要的所有的包图数据 加上 所有的内容加起来 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靠 65,535个 2的19次方 能不能 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量 会出现什么情况 啊 靠 我如果强制阻弄一个包 大于这个数量 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一种攻击方法 一种攻击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 这是最古老的一种方法 它的做法是 我用P定位 P定位能指定对方数据包的大小吗 我P 我要去P P一下 192.168.216.250 这是不默认的 默认发的是多大 默认是32个字节的 看到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那我可以干嘛 D guideline 那...... L寫错了 那是啥 拼一下,然后写个hack,忘了,Windows的命运忘掉了, 诶,就是L啊,那就写在前面,必须写在前面,那就是。 刚来了,65536个,啊,对,这块报错了,报了,但是报了是什么,看, 你看,仅允许你发送一个零到625500个数据包,而不能超过这个大小,听到吗,啥意思, 其实,这个漏洞并没有消失,因为我的IP协议,现在是不是支撑的, 是不是最大还是216次方个数据包,啊,对吧,那如果你要强制组一个比216次方大的数据包, 会出现什么情况,发给谁,谁就死定,为啥,你是不是超出了我的标准, 我的协议是不是处理不了武功,我会出现逻辑混乱,你明白,所以只要你聘谁,谁就会死, 所以叫什么,死亡之病,但是,这种东西是局限在温旧物以前的Windows能力, 到了以后的系统当中,它没有修复这个漏物,这个漏物都修复不了, 因为这是IP协议了,你们两个说什么,那它修复的是什么,它不让你发送一个大于65500的包了, 你看到了,它说什么,其实漏洞在吗,还在,只是它是强制不让你发这么大的包, Windows、Linus都一样,但是我说,我们现在是有强制的专门的封装的这种封包工具, 工具的工具,那我要强制封装一个大于65500的包,会出现什么情况,还是一样,发给谁,谁死定, 很简单的一种攻击方法,但是它的一种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协议工作啊, 我这里是不是就这么大,没错吧,所以你小心啊,一个数据包的大事,绝不能超过什么, 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给大家说什么,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各位,那这个是什么, 我说这四位是不是描述包头啊,但是它只有四位,那最大是多少,四个一万,十五万,但是默认是多少,二十,啥意思, 这个东西的默认的单位是四个字节,也就是说,这块写十五,我的包头头大小是六十个字节,明白? ICV4的包头和TCV协议的包头说是一样的,它的范围是从二十,就是二十到六十, 最小是二十,不能小于二十,这是所有里面必须的数据,但是这块可以加到六十,明白呢,说什么,明白? 因为描述包头只有什么,四位,你们听懂,说什么,那也就是说,默认这块单位是多少,这个数字是零一零一,为啥? 零一零一是几,五吧,我说它的单位是多少,单位是四个字节,数值是五,那是不是叫五乘以四,所以是多少? 二十个字节,默认就是二十,但是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六十个字节,看到了吗? 我再说,包头是不是可变的?带来的互果是,是截取药,耗费更多的资源,每次是不是都要检测这个地方位置?能不能? 但是包的数量是什么?固定了吗?包大小,整个包的大小是不是固定了吗?多少? 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个字节,能不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好了,各位,这三个东西不在数,这块是用来标车优先级的,优先级越高是越先处理的,这块呢是用来做数据偏移,片碎片的,数据碎片的,其实我说,对我们来讲,也不需要它,它是干嘛的? 其实说实话,我们到现在也没太搞定的,它主要是用来的,让你的数据包可以穿过不同网段,然后进去重新组装,不制约它丢掉,明白吗? 但是,你不需要太过调节了,OK? 接下来,我们叫做网络生存时间,其实这里都有啊,长度,可别的,然后呢,这是优先级的,数据包的总长度,看到了? 然后,这些是作为数据分片的,OK? 然后,接下来,什么?生存时间,各位,生存时间它的单位不是秒或者分钟,而是跳,什么意思? 我们把数据包每经过一次路由,就叫它经过了一跳,啊? 那,什么意思?计算机要访问计算机B,他们不在一个网段,能听到我的孙子吗? 那他们是不是不将网段,是不是要经过不同的路由线? 那么,他每经过一次路由,就是经过一跳,再经过一次,又一跳,什么意思? 在这里定义一个最高跳数,比如说64条,然后呢,也就是说,如果你经过了64次路由, 还要到达对方数据包,证明,你这个访问的计算是不可达,它是会干嘛? 把你揪弃,否则你会干嘛? 你是不是就会在路由器网络当中的时候,不断地去跳下去? 如果这种包很多,是不是就会把现有的贷款全部转换? 全是无用数据包,您通常,它为了保证你的数据包不会干嘛? 是不是无限制地被转发? 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由器是一个网,你是不是能跳出去? 说还能跳回来,它是一个网络了,你要是不限制它的生存时间,它就会,在里面是不是就会, 循环存在,一直存在下去,听懂了? 所以啊,各位小心啊,这个时间是所有的数据包都有的,但是,它虽然标称是时间,但是单位是跳,OK? OK?每经过一次路由都会简易,听懂了? 我可以先发现。 先发现。 就这样,转发一下。 你需要搜到那一边。 我可以客气啊,我可以也不客气啊。 exactement。